Housing Watch 由我現在出現探opy 這是阿 deform 我是 tien 歡迎收看PlayYu的你看我吃 今集來到銀城廣場Mean Friday 旁邊有一間叫日本食物 專門吃什麼?日本食物 那這裡出現什麼? 由於Shuteki就不太清楚 他出名的就是我先看看稿 石燒吉列、雙鋼牛小扒和和牛 壽喜燒 但是不要這麼廣告 聽聞好像好吃的 這個也是有懷疑的一模一樣 如果你中一個字就有八折 中兩個字就有半折 如果你整個名字叫李嘉誠的話 恭喜你啊 你是免費可以吃的 我們小費錢就馬上點東西好嗎? 各位 妖仔 美女 美女 小便 喜燒 好開心 記得 subscribe 我們 Instagram 微博 還有YouTube Channel Channel 不准你看影片 拜拜 Fatje Go Yeah 你看你有沒有在外面裝著? Fatje Merry Christmas 我 我還要逐漸 你嘗試一下進來吧 不如 不要在外面裝著裝著 Fatje 厲害了 上次遲了42分鐘之後 這次呢 她有遲了4個字的 謝謝你Fatje 你又再遲到了 Fatje Fatje 是你的了 Fatje Hello 你怎麼這麼巧? 你又在這裡吃東西嗎? 是呀是呀 你搭桌子嗎? 我今天是一個人 我不介意 你長期是一個人的 Hello 你們好 Hello Fatje Fatje 你吃什麼?我吃什麼? 我吃你 那我怎麼吃你自己? 那我不是要吃你嗎? 是啊 哎呀 放不下去了 輸了 Fat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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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我們不幫她呼籲一下 她要空開寂寞和冷 譬如 呼籲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單身的男性 我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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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刻打 打了我姐姐 想要男朋友 如果大家有興趣 approach的話 就自己DM一下 OK Toto 就是六位朋友 加起來真的七個 要少一個 因為我們永遠懷的副先生 她是做親戚的 我們開了一個位置給她 我們開始電給她 阿富 我們餵你吃 待會有手指來 會放一鍵在這裡 是啊 阿富 我們遲到的人 終於到了 Yeah 阿富還未到 阿富還未到 Yeah 她這次都不會到的 我們讚給她 她的照片會被戴 她的照片會被戴 好啊 原來我們這六位人士 有一位中了 那就有八折了 Yemi 耶 我勝利 你 你 你 這個好啊 很棒啊 我平常喜歡吃無肉魚子 只能溶 這個 這個白魚 好棒啊 這個 混合很美味 真的 那我先吃一個沒有混合 這個好棒啊 好好味 那股魚油味 三文魚子好好味 在口裡爆炸 很棒啊 我喜歡這個 因為三文魚子加上魚肉 然後把飯煎合了 又鮮 又有少少三文魚子 又鹹鹹的 然後飯又甜甜的 口感非常好 我喜歡吃這個 10分給我20分 好吃啊 這個 真的很好吃 在香港坑南魚肉很少做得 這麼大 這麼多 而且很容易會有筋 它真的沒有筋 而且飯也可以 配上紫菜 還有蔥 很好吃 它的飯煮得不會太軟 而且那個醋的比例剛剛好 不會太酸 所以是好吃的 都不用加太多芥末 就應該好吃 我的芥末是不是真的沒有出來 像是鮮毛芥末 鮮毛 但是油甘米 油甘米 不是人吃 果然是不同 它的帶子很鮮甜 很大 很鮮 始終你有這麼大件 有這麼厚度 放進口裡的口感 真的和你吃放題 那些東西 不是 完全兩樣東西 剛剛吃了這個三文魚 超級好吃 肥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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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海底 海膽完全不會信息 都是好吃的 一點都不水 有一點海水味 甜甜的 甘甘的 而且吃下去有口感 吃了雞翼才好吃 好像柚子在上面 對 很香 很香 聞到雞翼燒出來的香味 我不斷放一些醬汁 嗯 柚子很甜 我昨天沒想過 要用柚子配雞翼去夾 夾 這個味道很好 有質素 其實我不太吃炸菜 我怕油溢味 很油膩 但因為柚子配了柚子 就去到柚子味 總之它就是沒有那個 我不喜歡吃炸菜的油味 所以這個好吃 酥脆 皮炸得很好 而且裡面還是很嫩的 皮炸得很脆 但裡面不會炸到鹹沙沙 還有柚子醬不會令到皮流 平常淋的醬汁 它的皮都會嫩 沒錯 這個 我覺得它的肉質質挺滑的 然後加上這個 有豆子醬 甜甜酸酸的配搭 真的挺好吃 吃吃吃吃 我又不想吃 我又弄了那個牛 我試試什麼都不知道 這個牛呢 很軟 看到嗎? 最熱的 很美味 它完全沒有醃的 這個牛 可能加點鹽 或者這個醬 我沒有太喜歡鹽 吃到最原始的味道 但很好吃 不會太甜 因為有些鰻魚炸飯 它加了那個鰻魚汁會很甜 但其餘的鰻魚也不是整條 就這樣放在上面的 剛剛很大小 你又可以吃到那個鰻魚 但它的味道已經滲了在飯裡 它不算太鹹 但你多加幾下 它的醬汁就會出來了 我覺得可以更濃味 我覺得更濃味 更濃味 但吃吃吃吃吃,其實剛剛好 你不停地爬 你會很快很生氣 因為我們多人 我們每人吃幾口 就會覺得可能會有淡味 但如果你不停地吃 其實可能會很濃味 這個甜度 這個鹹度 是剛剛好 我們現在再挑戰第二個 吉滅雙鋼牛小排 我來 什麼雙鋼 一些雪花的柚子 好像羅雪一樣 一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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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太雙鋼 又不夠餘 又不夠餘 一半點一半點 先吃一半 這麼夠放進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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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放進去 肉質比頭 肉質比頭 更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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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激的刺激的刺激的刺激 挺有趣 但我不想加 但這隻牛是比較好吃的 可能是比較厚 我覺得比較厚 我會有點失望 因為牛的刺激的刺激的刺激 我個人喜好 喜歡吃一些軟身的牛 它又在中間 不是太軟 又不會太軟 我一個抽筷的expert 因為我餐餐下午都會殺抽筷 我看到拿出來的時候 下面有些絲 想想會不會已經有點過激 其實它可能殺半分鐘已經熟 我現在怎樣試 刀手 還好 還好 還好嗎 剛剛沒有 還好 還好 再生一點 我們剛才煎炸的 剛才我做了兩隻蝦 因為它有一隻是某單蝦 就是這個很大的頭 然後有一隻是小的甜蝦 但它是比一般外面吃的甜蝦 本身已經是大隻了 如果兩隻蝦相比 我會比較喜歡吃小的甜蝦 因為肉質比較甜 但其實兩隻都是新鮮的 你吃得出都是漿口的 但我自己也喜歡吃那隻 另外那隻就是正常的 某單蝦都可以的 其實我一向吃刺身蝦 我都喜歡吃甜蝦 因為某單蝦比較大 口感比較好 但甜蝦我覺得它比較鮮甜 和蝦味比較出色 但兩隻蝦都很出色 很新鮮 很漂亮 這個三文魚 看到這麼漂亮的三文魚的花 你還覺得很興奮 這個是熟的蔥三文魚 很厚 它很香 那種油味 很香 很香 很熱 很柔 它不是一咬就很難 但那隻 很爽 很柔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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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油飄出來 很均勻 你看到我這一塊 美利那塊更均勻 不是 我這一塊都很均勻 很好味 為什麼可以這麼好味 這是我加芝士 加芝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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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痛的 因為火的味道 還沒咬到 剛才的味道 這就是火的 一加芝士 一加進去 這麼濃的東西 你蓋上三文魚的油香 魚味做什麼都蓋上 你感覺到芝士味 那種 三文魚的油 是超級好吃 不行 我多吃一塊 我是很喜歡吃三文魚壽司 但是 很少會叫三文魚壽司 它是這麼漂亮 那些油的 減肥那麼辛苦 就是為了吃更多東西 對嗎 我發覺它的火隻 是在三文魚上面割了幾多 我感覺到很奇怪 因為 你普通的火隻就是燒一燒三文魚 當你割了幾多之後 燒 它的油脂肪 有點溶溶 所以它的油香是特別厲害 我覺得很好吃 我覺得 就這樣三文魚壽司 也很好吃 但是很肥 很膩 魚油沒有剛剛的那麼香 但是很好口感 我反而會要那個三文魚 就是要這麼肥 我很喜歡吃 蜜蜜蜜味的製品要求很高 但是它這個太假了 它裡面那個不是我們幻想 就這樣拿蜜蜜蜜 就這樣拿蜜蜜蜜 加些東西就這樣下去 就是不自然的土味 它是蒸的 不是它是蒸油 那些 哈哈哈哈 你吃到什麼 哇 好吃很多啊 熱吃 一定要熱吃 這個真的好吃 裡面真的是空氣 好重 這個蛋黃香味 好好味 外面好像鬆餅 發脾氣 但是裡面是很軟 入口即肉 口感好 很有趣 蛋味好重 好吃 好吃 甜了一點 但是口感和味道非常好 我不覺得甜 我覺得很好味 怎麼辦 這個蜜蜜蜜蜜是好吃的 但是要視乎你本身喜歡 蛋香味重點 還是蛋白香味重點 因為正常是蛋白做酸蜜蜜 但是它很明顯多了蛋黃 所以才有這麼重 這裡一定要點蜜蜜蜜 我剛才看了很久 在旁邊 我眼角熟了 為什麼有塊冰 然後又沒有人吃 那些東西 弄了都不知道幹什麼 差點說 這個就丟掉了 然後這個就是什麼 天順甜餅 像啫喱 跟那些味道差不多 裡面的花是有點苦 可能你吃到那個糞便 我吃不到那個糞便 我只吃了一些花粉 但是它完全透明的東西 就是一些胡椒粉 或者是大廚糜蜜 就是一個花味道 好吃 大鍋花 借了 不等到花兒 借了 它那個啫喱平身是沒有味的 我剛才的甜味 我自己覺得今餐最深刻 都是那個梳蜜蜜 它的溫度剛剛好 會暖暖的 吃下去是軟綿綿 很有空氣感的 真的蠻好吃的 我又覺得不算太甜 剛剛好 然後第二個深刻印象 就是那個蜜蜜蜜 雪巴 我覺得蠻有趣的 我喜歡那個蜜蜜炒飯 我覺得它的飯是真的煮得挺漂亮 就算你炒到這樣 但是吃下去都是煙韌的 不會說太甜太鹹 如果你說不好的話 其實它的上菜速度是真的有點慢 我飲品其實應該是快點上的 在很多餐廳都 但是其實我是吃光的食物 我是很口乾 我出了兩次都還沒給到一杯飲品 所以我就覺得在這一方面 就應該要改善一下就會好一點 其他食物其實在日本餐廳 我都覺得正常水平不是特別差 那我就覺得 令我最深刻印象的 就是那個 吞拿魚碎三文字豆 就真的很好吃 出色的 其他那些刺身都是新鮮的 但是都是一般水準 而且我真的覺得 它主打那個 雙鋼牛小扒 真的都很令我失望 它的肉質 真的很香 可能我煎得有問題 剛剛說的飯真的很好吃 那個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蔥吞拿魚蓉三文魚子豆 在我們最餓的時間 第一次就吃到這個 非常之好吃 量非常之多 在外面 在香港是難得找到這麼多 吞拿魚蓉 對 這麼闊老的感覺 這麼便宜 接著要讚一下它的三文魚壽司 真的一流 一含下去 那一刻已經是焗了那些油味 真的很好吃 很少可以吃到這些 這麼有質素的壽司 上次都說 這地方來講 真的方便 舒服 都算闊落 夠人數的話 我們七個就用了一間房仔 非常好拍攝 而且這個位置也舒服 對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LIKE 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幫我IG和Instagram 我們下一集再見 BYE